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我在這個節目當中 都不知道說過多少次 說港票遲早有一天 會掌握香港的命脈 現在他們就在香港的政界插旗 根據大陸媒體的報導所說 香港有一個新的政黨成立了 名字叫紫荊黨 這個紫荊黨 是由哪些人牽頭搞起的呢 原來那個創黨的主席就叫做李珊 是全國政協委員 是香港的金融界人士 大陸的媒體怎樣來形容這位李珊呢 就說他是資深港票 又是港票 而且這個紫荊黨似乎就不是說玩的 他們就說要鼓勵和支持黨內的成員 參與政治事務 和各級選舉 而且將要允許25萬名人士註冊入黨 那什麼人是會入黨居多呢 我相信就是港票的群體 那裏都在說不少人 當然這個25萬的數字有沒有水份呢 那就不知道 反正他們就說要參與各級選舉 換言之 這個紫荊黨就很有可能 會在選舉當中 和民建聯 公聯會 自由黨 經民聯 和新民黨 等等 土炮 土共 就有一個直接的競爭 實際這個其實都是很符合 歷史運行的軌跡 這個紫荊黨的成立 對於那幫傳統土共組織來說 當然是一個極壞的消息 以及是一個惡夢 因為橫計碰計 怎麼都是這一幫來自北方的港票人士 是比起你這幫廣東人和香港人為之親 對於那個政權來說 當這一幫民主派 反對派 異見人士 開始逐漸清洗的時候 剩下的 沒理由就任由這幫土共組織 坐大 所以就一定會有所制衡 而這個制衡就不像有些人心目中所想的那隻 就說 演黑白臉 正派反派都是你演的 因為在中共的管治之下 根本上就不需要有什麼反對派的存在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 這個牽制是單向的 就是那幫土炮、土共 就被這幫港票黨去牽制 其實在中共的歷史上 長期以來都存在著對付地方主義的傳統 例如說中共剛剛成立 不久的時候 在江西那處就發生了 AB團的事件 其實本質上就是要對於那幫江西的土炮 那幫地方人士 進行清黨清洗 又例如在中共建政之後 都曾經 將某些 廣東省籍地方幹部 扣頂地方主義的帽子 給他 將他打倒 其中一個就叫做 馮白區古大全 地方主義反黨聯盟 那個馮白區將軍就是琴山人 即現在是海南島 那個 古大全 其實就是五話人 兩個都是廣東人 被人打倒了 當然後來就說 扔了蓋子後 又說 這是冤枉 幫他平反 沒用 死了 所以大家就會看到 中共是絕對不會容許所謂的地方主義 抬得到頭 哪怕你是幫他效力的都好 只要有這方面少少的苗頭 他都會將你打倒 所以絕對不會被那幫土炮、土共坐大 好了另一件事就是 其實北方政權 長期以來就有著 不信任廣東人的傳統 這個其實就是歷史偶然所構成的歷史必然 為什麼說是歷史偶然呢 康熙皇帝 開放了海禁 就說容許那些百姓 跟外邊來都可以通商 於是在 江折敏穴 成立了四個海關 到了乾隆皇帝22年的時候 他就說不行了 不要搞這些 就變成了限制一口通商 這個一口就是廣州 其實乾隆皇帝還可以選一些遠一點的港口通商 比如說後來被法國租借了廣州灣 甚至是站江 又或者在廣西的房城港 他沒有選了廣州 這個就是歷史的偶然 為什麼這個歷史的偶然會引發出歷史的必然 廣東人是不被北方政權信任 就是因為 廣東人長期來跟西方有交流 慢慢就開始接觸到西方的文明 科技和思想 甚至乎後來在19世紀的時候 這個太平天國的洪秀傳 他也是從全教士的手裡拿了一本聖經 他左改右改就變成了他自己的理論 然後就去搞革命 後來清朝就說 這些傢伙是 越匪越賊 用個越字 越就是廣東的越 反映得到清朝政府是不信任廣東人 當你是賊 當你是匪的 到了晚清的時候 大部分的起義 其實都集中在廣東的地方發生 於是就奠定了 北方人不信任廣東人的傳統 所以就算到了後期 這個政權根看了兩次 由中共去執政 都是不信任你 所以在中共建政之後 都沒有多少個廣東省籍的人 可以入到政治局的地方擔任常委 就算有了 那幾個其實大部分都是客家人 比如說葉劍英將軍 廖成智 謝飛 其實都是寧寧可數的 因為是基於那種不信任 所以 這群土炮 土共 香港人的身份就注定了 就算你怎樣來幫他效力 你怎樣升勢力竭都好 始終就是隔了一重 如果政權要在兩個人當中 選擇一個是他認為比較可信的 他為什麼不會選一個港票 而選擇你 你也說服不了他 是不是 所以那些人經常說什麼特首跑馬仔 下一屆誰做 我都覺得很無聊 誰做都一樣 但是現在 台面上 就浮了幾個名字 其中一個就是李小嘉 一個就是邱騰華 如果兩個人一拍完 你就知道 到底大陸會相信誰 多一點 是不是 所以那群土共 在港票面前 完全 就是比下去 在過去幾年 香港的本地人 就分化得很厲害 因為政治的緣故 有些人就認為 這是人民鬥人民的策略 所造成 其實來到今時今日 這一種的撕裂 都是難以收補 因為已經在過去一整年 鬧得那麼僵 大家又各持己見 諸如此類 其實政權 就最怕那群人團結起來 現在本地人 就因為政治的緣故 分裂了成為兩派的人 互相對立起來 最適合他口味 現在還有一個港票黨 成立了 直接在政界那裡插旗 所以我一早就判斷了 就是港票的群體 遲早有一天 就會在香港各行各業 掌握住命脈 現在在金融行業 其實很多都是來自北方的港票 來工作 即是我經常講的高檔次 高工資的職位 其實這群人都不是什麼低端人口 絕對不是 這群人本身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他都符合 他都能夠升任得到這些工作的要求 但是原本這些就業職位 應該留給本地人來做 現在很多就被港票來做了 為什麼他們會先選這個金融行業 去入手 因為金融行業最賺錢 就是命脈當中的命脈 只要他操控到整個金融行業的時候 他就慢慢會那隻手 到處去擴展 其他各行各業 最賺錢的那一份 然後 其他那些就陸續有 當然就算來到這一刻 很多人對於這個議題都是無感的 因為未影響得到他的行業 當到影響得到的時候 其實都已經是不回 只能夠默默地接受 其實香港現在所發生的事情 廣州就一早出現過 所以歷史就真的不斷來重複 你看到那個軌跡 有圖案 他就是會這樣走 比如說在改革開放初期的時候 廣州有很多那些所謂高檔次的職業 都是由廣州人去做的 但是去到後期 慢慢就被那些所謂的撩頭 即是叫做外綱佬 他們又開始霸佔著 很多不同的行業 諸如此類 那些本地人就越來越難上位了 香港遲早都會重複這個情況 想都想到了 他怎麼會讓你香港人去 拿旗才行 你看一下去年8月的時候 新鴻基加入了一個新董事 後來被人查過 原來他曾經擔任某處黨委 必然會這樣來行進 來發生的事情 有軌跡 又說回紫荊黨 到底他們是有什麼主張呢 經濟方面 這個紫荊黨就說 要通過公私合作的方式 為明日大餘計劃提供資金 公私合作 即是公私合營 他說要一人一股 取之於民就用之於民 盈利也歸之於民 大家聽到這些口號 其實跟中共 建政初期的文宣 是類似的 另外 紫荊黨也建議 可以參考大陸的防改政策 將香港超過80萬套的公屋進行防改 此舉就將會使得大多數香港低收入的人獲益 什麼叫防改 其實就是將那些公屋賣給居民 以前香港都試過的 就叫做什麼 當時叫做租者自其屋 有一堆公屋賣過出去 那些租戶可以選擇買或者不買 不買就可能要交雙倍租 當收入升到差不多的時候 曾經做過現在就停了 為什麼他要推這個所謂防改呢 很簡單 就是要用樓來綑綁住你 當大家都要為了樓來奔馳的時候 你就沒有那麼多空間和時間去想其他東西了 就不會想著怎樣抗爭 諸如此類的東西 其實香港在過去幾十年的超穩定結構 業主就佔了很大的因素 是精華之所在 所以現在這個紫荊黨要建議搞防改 沒有說他錯 只不過是 有沒有這個成效 因為大家有個信心問題的時候 他還會不會去買那層的公屋呢 另外他說教育方面 就要建議 大陸的高校 要來香港招生 就說香港的學校去大陸那裏念書 一方面就會為他們提供到 享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同時又可以對他們進行中華文化歷史教育 增強他們的愛國愛港意識 這個就是紫荊黨的主張 另外還有一件事特別要提 就是這位李珊提到 他說香港目前存在著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立法會運作不暢 為此他就建議 將立法會變成兩院制的立法機構 這個上院就是由 政治諮詢委員會轉型產生的 就體現人民民主精神 那班人全部都是陰典 委任的 下院就由全民普選產生 體現選舉民主精神 他這一招就想得很周到的 寄給普選的假象 然後那個實權掌握在上議院那裏 就可以否決下議院那些東西 當然 究竟香港人還會不會相信這些東西 我相信經歷了過去一兩年的時間 我想很多人 都被迫要清醒 是不是 其實在市民的眼中 這個紫荊黨喜歡選什麼就選得夠 是不是 但是 對於那群土豹 土共來講 一定就是構成了很大的威脅 好 這一節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